紅色罰單一字排開 來自嘉義的一張微停單 還有在雲林闖紅燈超速的紅單 全部加起來五張罰單至少5000元以上 但這些通通是有心人士 盜用車牌後闖下的貨 前幾天我就收到了罰單 全部都是超速 然後也有闖紅燈的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發現了 所以他就覺得隨便了 卓小姐好無奈 自己住在高雄 寶貝愛車平常都停在停車場內 而且自己的車明明沒有天窗 車尾保險桿也有改過 自己還得花時間上監禮站申訴 才能換牌 明明就是長不一樣 可是他還是要我附上證據這樣 目前如果真的想要換車牌的話 也是要等到這些全部的罰單撤銷 明明是受害者 罰單卻通通寄到家裡頭 再加上卓小姐九月收到 來自嘉義的罰單後 也曾向高雄林元分局報案 並且到監禮站要求註銷罰單 但對方不只逍遙法外 持續被開單 還在雲林出車禍 撞到人後肇事逃逸 警方說他那邊找不到報案的紀錄 他撞到人 然後叫我去那邊 我已經收到當下都很想哭了 因為這代表說我還要再去 跑這些程序 然後就還要再扣我的薪水 我是覺得大家都是辛苦人 我覺得 覺得沒有必要 真的是沒有必要這樣 警方表示已經掌握特定人事 但車子被撞爛後才被拖回分局 冒用的車牌因此被扣押 但被害人還得花上大把時間和金錢 才能解決問題 也質疑當初警政單位沒有互相通報 這樣的動作不僅擾民 還有點慢半拍 TVBS新聞林一邦徐遇敦高雄報導